一片片金黃麥浪很是浪漫 但仔細一看 這一區的麥子幾乎都被鳥兒啃光 長長的麥穗有好幾處都被灼食 而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鳥害成為每年農有防不勝防的狀況 這幾年我們的小麥受到白粉B的影響 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對於產量的影響倒是沒有那麼的大 但是我們的鳥害變得特別的嚴重 就每年影響到我們的產量 大概都有幾近到兩成左右 那其實我們對於這個鳥害 我們也是稍微有點頭痛的 手上一顆顆麥骨因為容易灼食 就容易成為鳥兒喜歡品嘗的盤中孫 而但這卻成為農有損失的一大重要因素 今年採收期沒有魚水來攪局 100多公頃大約可以收成25萬公斤 但是卻被鳥吃掉2到4成 農有式育苦無類 鳥害的話我們目前就只能用人工 像我們現在會裝太陽能的驅鳥器風鳴器 那有時候可能會放個鞭炮 然後放一些彩帶跟風箏這樣子 那再來白粉病的話 因為是近幾年才比較風型的 那它對我們目前產量的影響還不大 對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慢慢去克服這個病害 在三四年前因為寒流鳥兒不出門 那年堪稱大豐收 但近幾年氣候穩定 鳥害情況嚴重 農業局農會也提出相關建議 設置防鳥網等等 也希望能夠列入農業災害保險 保障農有收益 借裝飾艇乘抓台中藏報導 他如果出席我們就